这绝对是杨幂最尴尬的三张照片,在其身时尚一被不顺扯下暴露春光。 众所周知,杨幂自从出道以来,一直都是娱乐圈的话题女王,无论杨幂做什么总是能迅速登上热搜,这也让杨幂做了话题女王的宝座。 然而,虽说杨幂的热度非常高,但她也总是会有尴尬的时候,毕竟明星们每天面对着无数的镜头,女明星更加地需要小心翼翼,因为她们出席活动都会穿上华丽的礼服。 这些礼服也通常都是会选择露出很多肉体来展现她们的好身材,那杨幂自然也不例外,像杨幂这样的好身材,又有什么样的礼服是她无法驾驭的呢? 不过,虽然很多人都认为杨幂的身材很好,但她自己却不这么认为,甚至觉得自己的腰间还要坠肉。 不得不说杨幂实在是太谦虚了,而此前,杨幂出席活动身穿了一件肉色的抹胸上衣,下半身搭配着一件黑色长裙。 这一身造型确实将杨幂的好身材都展现了出来,可在杨幂接受的采访的时候,却发生了非常尴尬的一幕。 在杨幂准备起身的时候,上衣却被不慎扯下,下秒杨幂那丰满的双峰更是呼之于主。 那衣和胸部还露出了一大剑,粉丝们看到这一幕更是疯狂截屏,但这样突发的一幕也让在场的人都呆直了。 杨幂本人更是惊慌失措,很尴尬地低头整理衣服。 从杨幂的神情我们也可以看出她那时候也明显是被吓到了,脸色瞬间都清了,满脸的尴尬,但也不得不说杨幂真是食杂了。 出席活动衣服还被扯了下腾,这其实都是女明星时常都会碰到的问题,好在杨幂当时也迅速提上衣服化解了尴尬。 不过对于这一幕,许多网友也纷纷表示,杨幂的身材太绝了,一直以来,杨幂的身材也是很多网友津津乐道的话题,确实她的身材在众多女性中算是毕竟优越的。 她也因为这样完美的身材,在她很久以前就经常被受邀拍摄一些杂志封面,不过那时候拍摄的条件和服饰都并没有那么好,可能在当时看来那都是非常时尚的,但放在如今看来,这些服装都是非常土的,但杨幂却不这么认为,她甚至很欣赏当时的自己,那么土却还有勇气去拍这些杂志。 挺欣赏我那段时间的,那么土还有勇气去杂志社拍当杂志模特,我觉得也挺有勇气的。 但其实那时候的杨幂也已经是时尚的了,曾经她还在《真正男子汉》中也公开过自己的真实身高和体重,想不到身高166厘米的杨幂,体重也仅仅只是46千克。 这样的身高和体重其实就是非常瘦的了,想不到杨幂的身材比例如此完美,只不过这样如此完美的她,在出道以来却是黑料满满,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。 在杨幂成功的背后,其实她也有很多的心酸苦楚,早期杨幂一直被网友质疑整容,杨幂也曾多次向网友辟调整容这件事情。 但如今依旧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相信,但是据杨幂的父亲透露,杨幂当时拍戏为了更加的贴合角色,因此一次性拔到了斯科亚再改变了脸形。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,但杨幂哭牙是遭的罪业,只有她自己知道。 出道这么多年,杨幂也笑称自己可能是被黑的最多的女艺人了。 虽然杨幂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表情笑着的,但她的内心肯定也很伤心嘛,只是杨幂一直以来都是这么一个坚强的人,在镜头面前她可以说出自己多无所谓。 但毕竟每一个艺人都还是希望自己能够被大家关注和喜欢的,只能说杨幂这一路走来确实很不容易。 从默默无闻的小配角,到如今的顶流女演员,这个过程的艰辛也只有杨幂自己知道。 好在她如今已用自己的成绩打脸了当初那些不看好她的黑粉。 毕竟杨幂能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娱乐圈的战略的缴分确实不容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